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awesome match 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款玩具是Takatomi Masterpiece MP20 Wheeljack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載具之下的狀態 那這款玩具呢因為我有加上第三方貼紙 所以說它跟原本的長的不太一樣 那它新增了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那它原本的樣子呢 長的是像這個樣子 是因為說版權的問題呢所以說它 少了非常多贊助廠商 以及它原本應該有的字樣 再加了第三方貼紙之後呢我有上網去比對過 它跟實車的還原度呢可以說幾乎已經是到達了95%到98% 它該有的字樣該有的贊助廠商 全部都 把你加在上面 所以說我非常非常喜歡也非常非常推薦這款貼紙 那也因為說貼了這款貼紙之後呢 我對這款玩具的喜愛程度呢 可以說是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那首先呢 從車頭的部分呢 像這些 非常精美的貼紙 它裡面有很多很細小的文字 印的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 也沒有一個模糊的情況 這個也是新增的貼紙 然後在側面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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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然後這個 非常小的Logo 這個都是新增上去的 那非常的細小 貼的時候呢 也非常的耗時間 還有耗眼力 那這裡 這裡 這裡 它新增的貼紙非常多 以及這裡 這裡 還有 車頂上這個 539 這個我也是有上網去看過 它實車的 號碼就是這個 539 所以 它貼紙上有許多選擇 那我就選擇了跟實車一樣的 這一塊貼紙 然後在 後面呢 後面這裡尾衣部分呢 也有新增它的 車體的資樣 再來賽車呢 就是根據Lensia的車型而去做的一個設計 然後在後車燈呢 也有新增了一些反光的細節 它做的非常的漂亮 那也非常的細小 那車牌的部分呢 這個 Hobby 是我也是去比對實車的照片之後 我選擇了這個車牌 所以說貼紙上呢 它其實有給你很多的選擇 讓你去貼上你個人喜歡的 想要貼的貼紙 那再翻到這一面來看呢 這一面的貼紙跟 另外一面是 一樣的 車頭這裡還有多兩個 車燈的貼紙 在貼了貼紙之後呢 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正點 那這款玩具呢 還有附帶兩個配件 一把小槍 整體是有上銀漆的做的相當不錯 然後還有一枚肩炮 那這兩個配件呢 在車型之下也可以做一個搭載 首先呢 是這枚小槍呢 這裡有一個 凹槽 它是可以 收納在車體下的 收納在車體下之後呢 它看起來就像多了一個排氣管 那這個排氣管呢 我有 看過實車它是在這個位置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創意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然後呢 這枚肩炮呢 則是可以搭載在它的車頂之上的 這裡就把它安裝上去 雖然說 雖然說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什麼人對這個型態 感到興趣 但是 有選擇 總是一個好事 那這個配件就 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變形步驟 首先呢 先把車頭 稍微掰開 拉出來 像這樣子 接著 把 門邊這兩塊往下 搬 它這裡是有一個卡扣的 把它鬆開 另外一邊一樣 把它往下搬 接著把 兩腿 兩腿的卡扣 跟車頂鬆開 把它往下搬 這裡是有卡扣跟車體扣在一起的 然後接著呢 把腳 往外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往外拉 接著 把 這一塊 車頭的部分 把它往上提 它會成為它的腳掌 然後呢 把側門這一塊 把它鬆開 把它往後放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把它轉 這裡是有一個卡扣的 把它蓋起來 就像這樣子 然後接著呢 把 側面這塊部件 把它翻過來 它裡面是有一個卡扣的 在這裡 把它 翻轉180度之後 把它扣在這個 扣緊 就像這樣子 好一隻腳就這樣子完成了 那另外一邊呢 也是比照辦理 把 這個腳 往上抬 然後把這卡扣鬆開 把它往後翻 然後 往下放 轉過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然後呢 把它裡面這一塊 翻轉 到 它腳底部 成為它的腳底 以及它的腳後根 好 就像這個樣子 接著呢 把它的腰 把它往外拉 往外拉 然後這裡有個卡扣 把它扣緊 就像這個樣子 那它兩腳的變形呢 就這樣子就完成了 上半身呢 首先呢 把這一塊 車底 背後的這塊部件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 把它往外 提 大概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把這塊部件 把它 往下扳 它是跟 這兩個透明部件扣在一起的 然後接著呢 把兩手 往後扳 稍微 躲過一些部件 把它往後扳 像這個樣子 接著呢 把它的兩手 把它繼續的 把它往上扳 像這個樣子 接著 把 這塊部件 把它 把它打開來 把它後面這兩塊翅膀 稍微 往上扳一點點 然後把它旋轉到 前面來 它是有一個 會停止的一個卡扣 在這邊 就像這個樣子 接著把 車門這塊部位 把它打開 這裡把它打開 然後把它的頭 往外翻 就像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接著把它的手 把它 分開 把它往外放 拉出來 另外一邊是一樣 把它這個手的地方 把它往外拉 拉出來 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就可以把它的 後面這塊部件 把它翻轉 下來 往下轉 轉到 這個樣子 接著把它背後這一塊 這裡是有一個卡扣的 它可以扣在 這個地方 把它往下放 然後把它扣緊 接著把這一塊東西 往內轉 另外一邊是一樣 把它往內轉 然後呢 把拳頭 轉出來 然後 再把 手肘 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拳頭 轉到正確的位置 就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接著把拳頭 轉出來 然後手肘 轉180度 拳頭 轉到這個樣子 然後 它兩手 就可以把它往下放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的變形到這邊就大功告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人形之下的各部細節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頭雕 它頭雕我覺得做的非常的讚 非常的還原劇中 動畫的感覺 然後呢 在頭部方面有新增兩塊貼紙 這個也是為了還原劇中呢 它在講話的時候 它耳朵旁邊這兩塊呢 是會發出藍色的光波的 然後呢 在胸口有這個539的貼紙 手臂上呢 有新增了一些細節的貼紙 這裡還有這裡 兩邊都是一樣的 然後呢 在腳上呢 基本上 就是在車體上的細節貼紙 然後翻到背面來看呢 也是 在車型下呢 原本就有的貼紙 然後延伸到人形之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線 首先在頭部呢 它是可以360度旋轉的 然後有一點往上一點往下 是可以360度的 避開後面的翅膀就可以了 360度 然後手肘呢 是可以大概彎曲大概90度 拳頭是有旋轉的 手掌可以打開 腰也有旋轉 然後腳呢可以往上踢到這個樣子 關節支撐力道也相當不錯 然後往外 往外大概是 大概是這個樣子 膝蓋大概可以彎曲90度 然後 腳掌呢 是有一個接地的 它的接地也是非常誇張的 也是到達一個腳踝斷裂的一個程度 那所以說呢 它人物的可動性呢 可以說是相當的優秀的 那它所附帶的兩個配件呢 在人物之下呢也可以跟它做一個搭載 首先是這個肩砲 這個肩砲呢就是把這個 這裡有一個孔 就是把這個肩砲安裝在這個地方 那它稍微可以往上抬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把小槍呢 我們也讓它拿拿看 它就是像一般 Masterpiece的握法 這把小槍呢 它 就是這樣子握在拳頭裡面 然後握的也是相當的好的 沒有任何鬆脫掉落的一個問題 那它這次呢還有附帶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是 劇中曾經出現過的 也是為了還原劇中的場景而附帶的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有塗上一層 淡藍色金屬色的漆 塗得非常的漂亮 那拿的方式也是非常簡單 它是沒有卡扣的 它就直接讓人物握著 就可以了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跟其他Masterpiece的產品擺在一起 的感覺是如何 那這兩款呢 是我 最推薦說 必須要加上第三方貼紙 其他的Masterpiece 可能都不一定需要加上第三方貼紙 但是這兩款呢 加上第三方貼紙之後 它把玩具的 外型以及 車型 提升非常多然後 非常的還原於真實的車輛 我是非常喜歡他們這兩款貼了貼紙之後的樣子 所以說呢 我也非常推薦說 如果有Wheel Jack或Small Scream的人呢 可以考慮說 貼上這個第三方的貼紙 那可以讓這個玩具呢 精彩非常非常的多 這一款作為官方幾件作品的Wheel Jack 無論是在外型 人型以及車型 還有它關節的高可動度 都是讓我非常喜歡的 所以在後來的MP23的廢棄呢 我也是又收了一台 再加上第三方貼紙之後呢 更是讓我對它喜愛的程度 大大的提升 所以說呢 有收藏變形金剛的朋友 我是相當推薦這一款作品給大家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我叫做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 從天的Cybert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